大家好,我是光灯 之前发的蛋糕、彩谱 基本都是用烤箱 今天我们来一个正蛋糕 五个蛋的蛋黄和蛋白分开 盆里面夹蛋黄 夹100克的汤 现在要大发蛋黄 大到它本来的鸡鸡的三倍 大到这种状态就OK 120克的低筋面粉 和4克的泡打粉一起过晒 慢慢的混合均匀 蛋白夹在另外一个盆里面 加一点盐 打发 大到这种状态 就加剩下的汤 50克 这样就行 在蛋黄糊里面加一个橙子的皮 等三次把蛋白加到蛋黄里面 在模具上面刷一点黄油 把面糊倒进去 我这里是六寸的模具 下火 蒸25分钟 现在应该好了 我们测试一下 就这样 插一把刀在里面 如果出来的干净就是明暑了 我们现在把它拓抹 现在好了 还蛮空重的 我们现在进行装饰 在上面放我之前做的柚子浆 现在这个蛋糕做好了 就用几个杆去装饰一下就行了 这个蛋糕很蓬松的 一点都不干 好好吃的 里面有这个柑橘的 柑橘 里面有这个柑橘皮的风味 所以里面这些柑橘的香味比较多 而且煎多还可以的 其实烫的含量在里面还是不少 但是煎多就没有那种厚煎的感觉